台湾其实你会发现说 我们的老化速度真的非常快 我们在1993年那时候是7% 但是2018年就是现在的四年前 我们已经到14% 可是更恐怖是我们三年后 2025年就要进到20% 到了2050年 那就可能要接近40% 所以这样老化的速度 我们要怎么办 因为这么多的老人家 要怎么照顾自己 然后或者是社会怎么照顾大家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所谓的成功老化跟健康老化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 我们所在的台北市 台北市其实在今年已经20%了 我们刚才讲说 全国要在2025年到20% 这个非常超高龄的社会 但是台北市已经提早进入 那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做老化的预防 所以要怎么做到成功老化 我们有四件事情要做 第一个就是远离疾病 那如果这个疾病之后 有身心障碍我们要减少 第二个是要维持高度的身心功能 第三个要积极地投入生活 第四个有正向的灵性 那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来 这个为大家来分析 如果我们不要生病呢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 其实大家觉得这个很饶舌 那我常常会讲一个顺口溜 健康不生病 生只生小病 小病不变大 大病不致命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不要生病 然后从预防做起 然后从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性做起 然后有病就要治疗 然后最后就不要让小病变大病 那我要怎么开始做 我的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不要抽烟 那为什么不抽烟很重要呢 因为抽烟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例 所以不管是所有的癌症 或者是心血管风险都跟抽烟有关 第二个呢 要叫做规律的作息 那我们研究告诉我们说 老人家差不多睡小于五小时 或大于八小时都不好 所以在中间是最好的 第三个呢 要注意安全 要讲什么呢 就是老人家要尽量不要跌倒 如果常常跌倒老人家 就很容易受伤 第四个呢 叫做控制体重 这里面讲控制体重是讲什么呢 是说其实我们不建议老人家减肥 但是不要再尊重 然后呢 不用刻意的让自己变很瘦 第五个呢 要讲的是叫做多运动 那至于怎么运动 其实很重要 就是我们希望老人家做的是 一整套的运动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点暖身 就是走走路 让身体热起来 然后你可能要做一点这个拉筋 让这个大关节能够松一下 然后做一点什么呢 做一点这个重量训练 可能是用弹力带啦 或等等 那接下来呢 你可能要做一些缓和训练 所以有氧的 无氧的都要做 那一个循环 可能就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 那每天 每两天都要练一下 那最后一个是要均衡饮食 那等一下一些细节再跟大家分享 那所以我们要讲这个体重 为什么老人说 不要说特别的这个减肥 是因为老人家体重最低的身体质量指数 也就是所谓的BMI 是在27到30之间 所以是有一点胖胖的老人 基本上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我们只希望说老人家能够维持 跟控制现在的体重 这时候呢 你要做的是不要吃很多 但是要多动 多动是比较重要的 再来呢 如果要做到均衡饮食 我们比较简单的做法 叫做三少跟三多 什么叫三少呢 就是盐要少一点 然后呢 糖要少一点 还有一个东西叫反式脂肪酸要少一点 那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什么叫反式脂肪酸 那你就可以去超市 现在超市都会标 这个食物有多少的反式脂肪酸 那如果比较多的 大家就少吃 那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做三多呢 三多就是要多吃鱼 多吃粗食跟多吃蔬果 那在座可能也有人是因为吃素 就没有办法吃鱼 那这时候就要多补充蛋白质 那可能像是豆类啦 豆腐豆干之类 来取代鱼的部分 那再来呢 如果蔬果里面可能没有维他命B12 所以可能要补充一下维他命B12 如果是吃素的人 那再来初食的部分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子的 像白米饭 那就是比较细致 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五穀杂粮 那这样就会比较健康 那再来呢 第二部分 除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好 就叫做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那现在我们台北市啦 或者各县市都有所谓的老人见解 像我爸妈昨天才来做老人见解 那如果发现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应该要早期治疗 譬如说 假设你的血糖很高啦 或胆固醇很高啦 那这时候就要赶快给医生看 可是呢 我们也常常讲说 尤其是跟代谢有关的疾病 不是说一定要靠吃药 在吃药之前 我们要先做的是 饮食跟运动 研究告诉我们说 我如果饮食好好的控制 运动好好做 我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三高的疾病 都一定要吃药来控制 但是如果这个前面没有办法做到 那当然我们就要靠药物 把它控制到一个很好的目标 这告诉我们说 其实呢 我们九成以上的人都有一种慢性病 而且慢性病是我们的十大死因 所以呢 假设我们可以把慢性病控制得很好的话 那真的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老得很成功 那总是有一些人 这个因为呢 生病中 他还是会造成所谓的残障 就譬如中风好了 那中风之后我们要怎么办 第一件事情要做复健 复健有一个黄金期 那这个黄金期呢 可能就是差不多半年左右 所以呢 我们会希望说 一旦这个中风的时候呢 我们就赶快赶快复健 让身体健康起来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些辅具 那而且很多辅具呢 国家有补助 那其实是蛮不错的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要靠国家 就是国家希望创造一个叫做 无障碍的环境 那所以呢 譬如说我们的路上啊 这个让轮椅如果比较容易走啊 那有比较多的这个无障碍的电梯啊 等等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刚才讲完身体之后 就要讲了心理 心理我们要让身心功能变好的 第二件事情就要学习 所以常常说要学到老 才能够活到老 所以在座呢 可能很多的长辈 都会常常去上课 那上什么课呢 其实听说啦 最近最夯的课是学怎么用赖 怎么用赖 那所以呢 这个一早那个很多都说到长辈图 也是不错 那所以大家就受到长辈的关心 再来的话我们希望长辈呢 能够有很多刺激心智活动的这些活动 那什么叫刺激心智活动啊 就是说 譬如说你看看书啊 打打麻将啊 甚至有人说你玩一下那个game 就是我们的手游啊等等 可能都有一些效果 可是呢 我们也特别说 那个什么不算呢 就是看电视不算 为什么看电视不算 因为研究说啦 那个看电视的时候 我常常我的这个接受到的讯息呢 是被动的 那所以是被动的话 我就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这个效果 那所以呢 就是看电视也就不要看太多 那再来的话 我们一直强调运动 几乎所有所有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说 一个老人家如果要老得好 运动是这个不老长生的这个不二法宝 这样子 下一件事情就是退休 我们其实呢 老年人我们虽然65岁才退休 可是我们也很多很多长辈 搞不好50岁 55岁就退休了 那我们来想想 我们现在的平均余命 女生是83 84岁 男生是78岁左右 所以你退休后到 你离开了大家呢 至少有20年左右 那这么长的时间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要做到 叫做退而不休 所以呢 退休后要做点其他的事情 譬如说这里提到的说 这个我念书的母校 叫做约翰霍普金斯 那他们做一个研究 就是说让退休的老人家 来教那个课业比较不好的小学生 结果呢 老年家变健康了 那小学生的成绩就变好了 那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再来呢 老年人可以照顾 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老年人 所以就一个老年日拖展 这也不错 或者是说台大医院啊 你如果去台大医院 随时都需要很多很多的志工 那我们有统计 台大的志工 65岁以上的可以占三成左右 这也是蛮好的 那甚至有些人觉得说 其实我退休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工作啊 那譬如说我们台大的这个 很多医生的老师 到了90岁还在看门诊 那也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所以各式各样的事情 我们只要说 这个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 所以我们希望做到退而不休 那再来最重要一点的事情 叫做正向的灵性 这在讲什么 就是你要有一个正向的人生观 可是你要达到这个事情 除了这个自己本来心情 就要开朗之外 你可能要参加一些活动 那有些活动是宗教活动 有些不一定是 像这个我们说慈祭 有八大志业啊 这个我们其实都可以参加 那这些就会让讨厌你的灵性 好 这一部分就叫成功老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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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